《八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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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別以為這些是爛鋒爛鐵 其實在音樂家的手中 它們都是很美妙的樂器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本地一队 名为Scrap Arts Music 金属力量敲击乐团的表演 他们自1998年成立以来 经常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表演 被受触目 Gregory Kosak是这个乐团的创办人之一 这些奇特的乐器 全部都是由他设计制造的 除此之外 他还是乐团的艺术总监 作曲家以及乐器设计 当我第一次移到温康处 有很大的建筑 在河河活动和商业建筑 有很多建筑材材料 在这些设计之中 我希望做一套艺术术的工具 一整个设计的工具 我没有太多钱 我真的不想花很多钱 我真的想要花很多钱 我想要做一些绿色的 我能够做一些绿色的 我去到这些工具 的工具 Gregory設計的樂器,所用的循環物料真是非常廣泛 有一般工業用的膠管,廢棄的金屬片,甚至是不同大小的炮彈學 而將它們變成樂器,就需要不斷嘗試和研究 有很多學習和學習,如果找到有趣的東西,你只需要跟它們合作 和它們合作出的聲音,然後讓它們合作出的聲音 我創造《Scrap Arts》因為我必須找足夠的音樂器 它是原本的音樂 它是非常實質的音樂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實質的人 當我剛開始到英國 我當時是森林採師 這是一個非常實質的活動 我當我在森林採用了一堆音樂 這一個由Gregory領導的樂團 除了有獨特的樂器 將廢料演變成藝術品 演奏原創音樂之外 而現場的演繹 也是他們重要的一環 我們的演繹能力 我們是一個高能力的群組 當我們在演繹 是一個獨特的經驗 我們在冬季中玩了60,000人 20,000人玩了球賽 我們玩了1,000、2,000人 Justin Murdy 是Scrap Arts Music的另一位創辦人 不過他就是讀建築和設計出身 我認為建築是一種方法 在世界上 就像是音樂的樣子 是一種方法 在世界上的世界 我應該是我的最大的力量 是我的想法 是在研究 和能力去研究 在過去的年紀 我沒有人教我們 我們完全教我們 我們完全教我們 我們教我們 在最初的演繹 我們在最初的演繹 我們開始製造了 而至于Gregory,幕前希敏 希望设计多几款不同类型的乐器 去组成一个庞大的乐团 再到世界各地演出 并希望可以和不同的艺术团体合作 以宣传循环再用 希望将来可以建立一个 以此为主题的音乐重心 不让他们会用过 时间和时间的缘续 人们会看到我们正在做 正式音乐 但有点兴趣 和有点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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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